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有多少痴情人 望断天涯见不到 秋水长风落飘 陷中心断混淌 有多少江湖史 古往今来戒不了 修中的剑 指尖的刀 五花的断尘 始终情云 望穿的水 避痕的荒 不怕赴党轮回 千年兴的演员 千月的剑 时光的伤 无法隔绝 我的历史脸 想你为我陪你 欠你 宠你 恋你 爱你 一世痴狂 想你为我陪你 欠你 宠你 一念你爱你是痴狂 感谢林老盟主仗义相助 让破墓令重归祖堂 有什么好谢的 若不是我宝贝孙女牵扯在内 老夫才懒得管这种屁事 既然林老盟主不用谢 那恭敬不如从命 另外 在下还有一事想请教 你是想问离间断章是吧 老夫只是偶然见到 并非偷学道义 而且这见诀的奥秘 也只有你们洛家人能懂 今天也全都交给了石修 阁下是公募派掌门 把儿子交得这样不堪一击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林老盟主是看不起我洛家的武功了 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下林家的高招 打就打老夫倒要瞧瞧 爷爷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较劲 依老夫看来洛家想攻破寒铁大墓 拿到第二块破墓令 简直是送死送到阎王殿 老夫可不想蹚着他浑水 老二跟我回去 你别跟着去摆摆送死了 爷爷 我不回去 这事由不得你 走 爷爷 石修 满风 我们回祖堂 是 小神仙 怎么说 你不要 我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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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要 少城主伤势如何 萧神仙怎么说 萧神仙留话说 叶儿的剑毒一剑 但伤势仍然很重 如果熬不过这三天 本宫已派人请宫里最好的御医来穆王城 本宫会在这里亲自照料少城主 王爷大可放心 臣谢宫主后闻 韩铁木之战迫在眉睫 王爷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韩铁木之战 本是木派攻守两族的约战 有族制之法约束 本王倒是不怕 只是云轩楼一战 太子宫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此事是本宫挑起的 本宫自有对策 王爷不必担心 穆王城全力应战韩铁木就好 攻守两派 说到底是木派自驾的事 本宫也不好插手 臣 谨遵公主殿下御旨 全力备战韩铁木 太子殿下息怒 按木派组织应由攻破古子墓的公墓人 在三十天内去攻打韩铁木 用第一块破墓令 驳出第二块破墓令 攻破古子墓的那群公墓人 能攻破韩铁木吗 回太子殿下 四人武功虽然称不上盖世无敌 但四人相互配合 确实天下难寻 下官以为 公墓派攻破古子墓 拿到破墓令 这是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 必然会义无反顾 放手一搏 木派的攻守之争 估没有兴趣 但韩铁木中的宝藏 绝不能让慕容显拿到 太子殿下放心 不管他们谁胜谁负 两虎相争 必有遗伤 哼 说得没错 还有一句叫 欲磅相争 渔翁格力 那太子殿下尽管稳坐宫中 坐山观虎斗 老臣亲自带人 来个一网大进 既然有所长印亲自出马 那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臣等愿为太子殿下 效全马之劳 落下列祖列宗在上 不孝子孙洛天成 诚心警告 五子石秋 大破穆王之王守墓 古子墓 为攻墓派 夺回守眉破墓令 如今 尊奉祖制之旅 与穆王成约定 将于三十日内 攻取寒铁大墓 长文师兄 石秋可满风到了 让他们进来吧 离攻取寒铁墓的时间 仅有二十余日 不像古子墓 我们准备了十年 长文师兄说得对 此次攻墓异常凶险 生死难料 一是寒铁墓的情况 我们知之甚少 二是 穆王成已有防备 肯定会严防死守 但组织有法 拿到古子墓破墓令后 必须三十日内 攻占寒铁墓 否则一切 只要重头再来 这是我们古墓派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秋儿心意已决 无论成败 也要拼死一搏 我跟石秋想法一样 怨赴寒铁墓一战 赵文师兄 大破古子墓 小弟也有份 所以也有资格一通前往 不错 除了师叔之外 还有水瑶和千落 只是 水瑶不太可能了 我想让千落回吴秦谷 韩大侠尸骨未寒 凤儿不想让千落冒这个风险 凤儿 你做得对 就先让他陪在楚夫人身边 只是 你跟千落的婚事 要拖一拖了 那就这样定了 还有二十余日 你们二人 要勤奋练功 多做准备 另外 离剑断章是先祖失传已久的剑法 虽然只有三句口诀 但其实不为混合 各为章法 唯利无穷 原来还有这等奥秘 丘儿真是愚钝 含血古剑 是先祖用昆仑山寒铁所造 寒气逼人 唯利无穷 原先由于离剑断章失传 才在外面铸了一层玄铁 堵住寒气外溢 我已让段宇峰掌门 把剑拿去重铸 不日将会送回 天助我洛家祖堂 让含血古剑和离剑断章 重新合避 罪使神差后借穆王千岁 起来吧 本王知道吴子墓的事 罪不在你 本王叫你来 想问你一件事 听说鬼使死在骨子墓中 为何通灵塔没有禀报 回目王千岁 确实有人死在骨子墓中 但那只是鬼使的一个替身 鬼使仍在通灵塔中闭关练功 原来如此 鬼使何时才能出关 本王想让你们二人 去镇守寒铁大墓 寒铁大墓 属下一人足矣 万无一失 木圣时武功盖世 天下无敌 本王当然放心 但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嫁不住人多啊 而且公墓派诡计多端 就怕木圣时有什么闪失 千百年来 寒铁大墓都固若金汤 安如泰山 其一 外三层有兵魂连坐 鬼砖无形阵 阎罗行堂 可以说是牢不可破 其二 通往第四层的机关密道 早已失传千年 本就无路可寻 其三 内五层还有神秘莫测的 韩世一族镇守 金城汤池 无人可破 鬼砖无形阵 和阎罗行堂年久失修 而韩世一族 受无子宗师之命 被禁闭在墓中 已有千年 也不知是否还有人在 据属下所知 暗时流通千年未变 说明韩世一族 还在墓中守墓 但愿如此 既然鬼使一时不能出关 本王就派千姬家族掌势 千姬道长 和行堂首座诡编行使 百里无魂 随你一同前往 寒铁大墓 既然沐王已有定夺 属下遵命 但此次寒铁木之战 仍需遵从祖制之法 听沐生使的意思 本王有为祖制之法 属下不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久没听见你的消音 感觉多了一分怨恨 误唤星移时过境迁 我已经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沐雪梨了 在我心里 你还是你 没有变过 但是师兄的心变了 心中已经有福 慕容显派我去镇守寒铁大墓 他对你 可能产生了怀疑 是啊 闭关三年 确实太长了 翠火剑的内功心法 你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但要赢过慕容显的翠火剑法 仍然没有把握 千姬道长和百里无魂 都会去寒铁大墓 而楚夫人 我们会把他带回来 关进通灵塔 楚都家族一定会极力反对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想在这里帮你 不 私人恩怨 我不想牵扯他人 同样也包括你 你镇守寒铁大墓 是按组织之便行事 我更不能违背 只是此去一别 或许是阴阳相离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君若不娶 雪梨不驾 君若身亡 众生陪葬 你又何苦为难自己呢 今天再比啥 比就别 师兄 你就真的不想 水药归了 不想了 这一套 生死难了 跟你不想让千轮一起去 也是一样的 说得不错 我们蒙过誓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 同年同月同日死 一叶片昼半水流 天真真传 建论 偏偏回忆敷衍前 那些时光流转在我身边 浮云吹散的瞬间 阳光照耀我的眉眼 千山它飞雪追随到永远 不论多么弱的光 多么痛的伤 终不回 秋水共长天 风落花情愿 情难免 陪你度过每一次绝望 同一遍让每一个希望 只守天涯 地老天荒 天药 地老天药 地老天药 地老天药